一个整体想要运转 那么整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必不可少 汽车也一样 要想有一个良好的状态 那么每一个零件都尤其重要 而轮胎更是重中之重 有很多人都不太重视轮胎的选择 其实轮胎对汽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 该如何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爱车的轮胎 其实很多人都不太会选择轮胎 轮胎也是一种消耗品 大家也不太上心 但多都是直接去汽车原厂买 但是原厂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一般如果我们买的车是中低端的汽车 如果直接向原厂购买的话 那么厂家一般只会为我们的配置比较低端的轮胎 而轮胎太差就会导致噪音 安全隐患 油耗增加等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就算是我们在厂家购买轮胎的时候 也要向对方要求为自己选择一款好的轮胎 轮胎的价格天差地别 从一般的200的轮胎做到1000多的轮胎 其实价格翻了5倍不止 但贵有贵的价值 一个好的轮胎不管是性能材料还是设计功能 都比普通的要好上不少 但很多人都不会选择升级一个好的轮胎 毕竟只是一个消耗品 他们宁愿去买一些车内装饰 也不愿意换一个好的轮胎 这种想法是十分危险的 选择高档一些轮胎 会使车辆的安全性大大提升 行车体验也会变得非常良好 在整个汽车的配置中 可以是最值得更换的部件了 看到这些你心动了吗 赶紧为你的爱车升级一下吧 千里之行 食欲轮下 衣服好的轮胎十分重要